這期影片我也展現給你 如果使用ChatGPT和Canva 去快速製作出一年的YouTube Shirts 在看完這期教程之後 你會製作出52個像這樣子的YouTube Shirts 你可以每個星期發一部 可以持續發一年的時間 如果你感興趣就是如何製作出來的 一定要看完這期教程 House Grayson 這頻道主要是分享關於 YouTube頻道運營、流量變現以及網路出現內容 我每週會分享三部影片 所以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這期影片我想製作的YouTube Shirts 它是有一個動態的背景的 可以是一個人在跑步 一個人在健身 一個人在學習 同時還包括了一句成功語錄 去激勵觀看到的人能夠繼續努力 首先第一個工具 我就要使用ChatGPT 我想要寫52條勵志語錄 並且用的是表格的形式 總共會有三欄 第一欄就是寫成功的語錄 第二欄就是提供行動呼籲 去鼓勵人們評論 這是一種方法去提高互動 讓我的YouTube Shirts 能夠獲得更多推薦量 還有欄就是提供三個相關的標籤 將會有助於搜索引擎優化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ChatGPT它停下來了 我需要讓它繼續寫下去 所有輸入內容就是 我告訴ChatGPT 它只寫了10個就停下來了 請繼續寫下去 用相同的格式 因為有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詳細的告訴它 去繼續寫下去 用同樣的格式 它就可能會從頭開始再幫你寫一次 像我們又可以看到 ChatGPT又停下來了 所以我還是計算一下 它到底寫了多少個 然後告訴它繼續寫下去 現在就可以看到 ChatGPT終於把52個 勵志語錄都寫完了 我們可以具體看一下 它到底寫了什麼 比如說這裡勵志語錄 它會寫到經驗告訴我們 不要害怕失敗 然後鼓勵評論文字是 你有過哪些面對失敗的經驗 分享一下吧 標籤是 失敗成功勇氣 然後第二個是 成功不是終點 而是一段漫長的旅程 鼓勵評論的形式就是 你在追求成功路上 遇到什麼挑戰 標籤是 成功目標堅持 所以你可以看到 ChatGPT 就能夠很好的根據了要求 去寫出了成功語錄 鼓勵評論文字 以及標籤 我現在需要來到Canva上面 我選擇社群媒體 這裡想要做短視頻 我需要選擇Instagram Real的模板 它有YouTube Series的模板尺寸是一樣的 希望進入到了編輯器裡面 在左邊其實你可以看到 有非常多的範本 你可以找一下你喜歡的範本 比如說有這樣子的 可以打開看一下 這個就是文字在上面部分 然後背景也是一個動態的影片 當你選擇這樣子的範本之後 這裡會顯示出更多類似的範本 這裡可以根據這個模板 去進行修改 夾了我自己的元素 我先刪除掉這所有的文字 我先要更換一下這個背景 我選擇影片 然後可以找一個正在奔跑的人 這就可以找到很多奔跑人的影片 比如說我可以選擇這一個 挪動這裡 像我的背景就變成一個奔跑的人 我可以雙擊一下 調整它的左右位置 我可以把它調到中間 然後這裡選擇完成 現在它就在中間了 然後我需要加入一個圓角矩形 我選擇元素 選擇這個圓角矩形 調整它的大小 我就可以把文字信息放到這上面 我想要把它變成白色 我想通過這個短視頻 去讓更多人知道我的個人品牌 所以可以加入我自己的頭像 所以我需要找一個框架 在元素底下 這裡會有框架 選擇這個框架 調整它大小 然後我需要加入我個人的頭像 選這張圖片 陀路 現在我加入了我的人像 然後可以加入YouTube頻道名稱 還有頻道的標識名 選擇文字選項 新增文字方塊 可以把它變成一個出體 然後底下可以加入我頻道的標識名 標識名就不用出體了 然後調小了一些 然後底下就可以加入我的粒字語錄 我可以稍微調整這個白板的大小 把它拉大一些 這樣就會有更多位置去放我的文字 我可以再加入文字 新增文字方塊 這裡我可以複製一個成功語錄 在底下也需要空間去放入行動呼籲 所以我就把白板拉長 這裡面加入一段小字 這個行動呼籲 我用小字並點放到中間 這樣我就能夠和我的正文去區別開來了 然後我也可以更改一下它的顏色 去更好的做區別 比如說我用這個橙色 在這個上面我也可以告訴觀眾 這是每周分享的成功語錄 如果觀眾想要觀看更多成功語錄 他們就會訂閱我的頻道 所以我再新增一個文字方塊 這個時候我需要加入一個背景 選了效果 選了這個背景 我可以把它變成完全圓弧 這樣就可以看到就變成完全圓弧的形狀了 然後再擴張一點 這樣就可以展示一下 這是每周的粒子語錄 然後我需要調整一下整體格式的分布 為了更好區別上面我頻道的信息 以及下面的粒子語錄 我可以再加入一個橫線 選擇元素 選擇加入一個橫線 把它的顏色調淡一點 也可以把它調細一點 如果還想做得更細緻一點 可以給這白板再加入一個陰影 讓它更有立體化的效果 所以可以複製這白板 Ctrl-C Ctrl-V 把它變成黑色 然後選擇位置 再選擇圖層 把這個圖層挪動到白板底下 現在這個黑板就變成了白板底下了 可以稍微調整一下位置 現在就有一個立體化的效果了 給它加入個陰影 大家看到這裡 如果你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幫助 希望你能做這部影片 點個贊 感謝你多有支持 現在這個模板就做好了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效果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去疲量生產內容了 在左邊的控制區裡面 你可以找到這個選項 大量建立 這個功能是需要你適應到Count Pro才能夠使用的 如果你還沒有Count Pro 你可以通過影片下方鏈接 去免費使用三十年的Count Pro 你就能夠使用這個功能了 這裡會有兩個選擇 你可以選擇手動輸入資料 或是說 擅長CSV文件 這裡會選擇手動輸入資料 然後回到ChartGPT 像我需要做的就是 複製 回到看法裡面 開始複製 這樣就可以看到 就複製過來了 然後最上面需要更改一下它每一列的名字 比如說第一個就是語錄 第二個就是鼓勵評論 第三個就是標籤 然後接下去把所有的複製過來就可以了 現在所有52個都複製過來了 然後可以選擇完成 這裡面你可以看到有三個資料欄位了 語錄 鼓勵評論 還有標籤 這裡面會有所有的信息 像開始要編輯一下我的木板了 首先這裡是我的例子語錄 我點擊一下 然後右擊 這裡面選擇連接資料 選擇連接到語錄 甚至代表它連接到了 然後這裡是我的鼓勵評論 還是一樣右擊 連接資料 選擇鼓勵評論 你可以看到這兩個選項就打勾了 就代表連接成功了 所有都設置完之後 你可以選擇這個繼續 甚至代表所有的資料都在這裡了 有52個 全部選中了 然後選擇產生52個頁面 像你可以看到 Canva就幫我生成了52個頁面了 這裡我們可以具體看到 都是不一樣的 當然你也需要做出一些簡單的修改 比如說這個文字它又抄出來了 要把它變短 然後讓它往左對齊 調整一下位置 然後這個背景我們也是可以更改的 比如說換一個健身類的影片 這樣就會讓你每個YouTube Shirts 都會顯得不一樣 當你要下載的時候 可以點擊右上角分享 選擇下載 AMP是影片格式 這裡面默認選擇是所有頁面 你可以取消 然後每一個這樣下載也是可以的 這個方法是非常的簡單還有高效能 Canva還有AI的結合 給我們打擾了非常多方便 你可以去看這期影片 我會告訴你 Canva最新推出的很多AI的功能 非常的震撼 如果你覺得 這期影片對你有幫助 希望能做這部影片點贊 一定要記得訂閱我頻道 了解更多關於Canva的內容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拜拜